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哪把暗器的实力最强吗 或许有人会说 一击毙命孔雀灵和杀人无形小李飞刀 但他们都排不上前列 第一才是真正的实战之王 现在就为大家带来 中国古代十大暗器排行 第十 早和丁 在九五版的神雕侠侣中 鬼婆罗兰饰演的球千尺 恐怕是许多观众的童年阴影 她的一生极其凄惨 被丈夫割断筋脉 推入深谷 却幸运的大难不死 并练就了一项绝技 藻和丁 通过嘴吐藻和击打树母获得食物 球千尺第一次出境 就凭借藻和丁击飞扬过的武器 后来更是依此试探出黄荣的实力 藻和丁的强就在于他的出奇不易 你永远不知道球千尺下一次张嘴 是说话还是准备突出暗器 但是由于此暗器的威力 对个人实力依赖性极大 故只能排在末尾 第九 血狄子 作为中国古代极具凶名的暗器 血狄子是很多古装剧中的宠儿 他有着清朝第一神兵的称号 外形裤子风貌 有一条链锁相连 整体以金刚和软铁打造 底部外置利刃数把 使用时旋转斯陀螺 极具威慑力 内里有一圈可收缩的快刀 数米之外置出所敌 一拉遍残暴的取之手机 因此也有着人手分离器的恶名 尽管血狄子的威力不俗 但由于其体积过大 攻击的距离又有局限性 所以实战中的效果差强人意 而在刘伟强指导的新版血狄子中 将这门暗器赋予了一层科幻色彩 极具朋克风格的金属质感 以及诡异莫测的机动性能 将血狄子的威力 抬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八 钩尾镖 镖类作为暗器中的一个大分支 外形可谓是千奇百怪 威力也有所不同 而比较常见的便是流星标 以及多棱标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流星标是日本忍者的象征和武器 然而它并不是日本发明的 更不是日本忍者的专利 我国古人很早便研发出了这种暗器 流星标因为多角的奇特构造 使用相对简单 只需对准目标致出 无论哪个角度接触到对手 都会造成伤害 但是因为量产制造十分麻烦 而且威力并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逐渐没落 而在龙门飞甲中 黎玉春所使用的勾尾镖就非常强悍 美制飞镖的尾部呈现勾撞 激战时将飞镖藏于袖中 寻觅机会频频射出 每轮高速发飙数枚 这种勾尾镖就算没有直接击中对手 后发飙 也可以通过其他飞镖 或者任意悬挂的物体改变攻击方向 让人无法预测攻击轨迹 难以避开 也正是因为这个特点 直接弥补了飞镖在复杂环境的局限性 所以登上暗器榜第八 实至名归 第七 流星锤 又称之为走线锤 被赋予暗器之尊的称号 由锤身和软链 以及手把组成 使用的方法多变 缠绕 撒钻 抛送 皆为实战中的运用 而其运动的轨迹十分开阔 类似边类的大开大合 将全身重心轻住于手腕 配合手臂发力作为支点 改变锤身运动的惯性轨迹 攻陷敌人 产生极大的破坏力 所以也就有了俗话 流星打手腕 绳标穿星猴一说 而流星锤 还有着一项非常强大的特点 那便是破甲 这是在暗器中极少拥有的功能 甚至在军队作战时 也曾一度作为制式武器使用 但是因为其使用难度太高 在实战对战中 需要频繁地改变身体支点 极难掌握 几乎没有人能将此案 其炼至顶点 这也是流星锤 逐渐没夺的原因之一 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哪把暗器的实力最强吗 今天它来了 第六 飞针 在所有的暗器中 飞针可以说是体积最小的了 可携带量也是暗器中最多的 特殊的结构 使其隐蔽性的威力 在暗器中都名列前茅 飞针的使用还算是比较简单 指尖配合手腕发力 一瞬间爆发猛地抖出 因其前端尖锐 真身直长 所以具有极强的穿透力 从而达到重创对手的目的 在金庸的神雕侠侣中 李莫愁的武功 在一众妖孽面前平平无奇 然而 它凭借着一手强大的暗器绝技 将冰魄神针运用的出神入化 而且真身还有剧毒 只要射中 必死无疑 正因此飞针的强大 李莫愁才得以在江湖中自保 而针正将飞针运用的登峰造极的 那就避不开笑江湖中的东方不败 以葵花宝典驱动 手中的针 仿佛被赋予了灵魂 东阳的忍者也好 西阳的火炮也罢 一指绣花针所向披靡 有道士 你有科技 我有神针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我被一入江湖 岁月催 黄图霸业 谈笑中 不胜人生 一场座 3 3 4 4 3 4 4 5 6 盼盼 第五 飞刀 作为暗器类投掷武器 飞刀的使用方法与飞镖以及飞针类似 而飞刀最经典的表现方式 莫过于李寻欢的小李飞刀了 他所使用的飞刀材质极其平常 就是一些普通的铁料打制而成 但是飞刀寻常 使用的人却不寻常 普通的飞刀被一个伟大的人格所控制 它的威力必将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一出手便是神乎其神 令人匪夷所思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 也有很多人认为 小李飞刀其实更像是一种精神象征 它代表着屹立不倒的正义 尽管都是期许 但并不能作为暗器排行的凭据 好吧 那我们又看看在《十面埋伏》中 张艺谋导演便是将飞刀的威力表现得酣畅淋漓 尤其是在竹林那段 各种暗器频出 然而在飞刀面前都弱了锋芒 因此飞刀排在第五毫无争议 第四孔雀灵 此暗器有着非常华丽的名字 以其巧夺天宫之威能的破坏力 外形是一个由纯金打造的圆筒 奢华飞场 它不同于前面的暗器类型 属于激瓜类暗器 这类暗器都有一个特点 使用的方式都是触发性质的 跟使用者个人的实力并无多大关系 孔雀灵在发动时暗器四射 展开就像是孔雀开屏 美丽一场 对手往往会莫名神迷其中 无法自拔 而就在敌人目眩神迷之际 便已经魂飞魄散 前一瞬 敌人的眼前还是灿烂辉煌 后一瞬 就变成了人鬼殊途的无尽绝望 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哪把暗器的实力最强吗 暴雨梨花针紧排第二 第一的暗器才是实战之王 第三 飞黄石 这可以说是首制暗器的鼻祖了 与其他暗器相比 飞黄石的种类 就显得相当朴素了 没有固定的形状 没有必须的要求 仅仅只用路旁常见的坚硬石头即可 使用此暗器 需要极大的爆发力与技巧 一般使用的方法分为两种 阴手和阳手 阴手立发于腹部 讲究一个出其不意 阳手则是从胸部的位置向斜甩出 拥有极远的射程 在石头被打出之后 因为速度过快 会产生类似于蝗虫震翅的声音 因而得死明 飞黄石一物 为暗器中最为便捷之一 随手而识 信手而发 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使用带有棱角的石块 飞黄石的杀伤力堪比飞镖 而使用圆润的鹅卵石 又具有盾气无视护甲的功效 此暗器炼制极致 速度和威力都堪比子弹 这也是它为何能如此普通 却位居暗器榜第三的原因 第二 暴雨梨花针 此机瓜暗器的名声可谓是如雷贯耳 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在各种古装剧中都有着它的身影 但是无意外展现出来的破坏力都强大无比 暴雨梨花针是极少见的范围型杀伤武器 它的攻击半径相当可怕 触发后以弹簧击栓发射出无数钢针 其威力之恐怖可以直接力透骨髓 而针上一般脆有剧毒 就算只是擦伤也能剑血封喉 第一 藏剑 藏剑是一个统称 无论是背剑还是绣剑 翼或者藏手剑都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类 它的使用方法并不复杂 发动时也不像其他暗器那般花里虎哨 仅仅只有一个简单的机瓜装置操作 触发后将毒剑血速射出 而藏剑的机瓜一般较小且十分轻便 将其藏在绣中或背在背上 使用衣物遮挡 在真实的对战中 其实很少人直接将暗器作为主武器 一般手上都已经拿有一把甚至多把武器 导致在对战过程中即使抓住机会 都很难随手使用暗器 而藏剑的强大就在于 手上即使握着兵器 也能在对敌中给对手出气不易致命一击 就算最终不敌 假剑鞠躬求情甚至吐血扬伤 也能使用背剑伤敌 可谓是阴毒至极 在实战中 这门暗器的使用常常无往不利 成功率几乎位居暗器第一 无数高人都在此暗器的偷袭之下 遗憾败备 这也就是为什么藏剑威力兵不算大 却越居暗器榜第一的原因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大家如有不同意见 欢迎留言讨论